合体准备 超越40年的感动 Diacron 玩具TV第30季第7集 DA100Diacron TUD特约全球首爆 跨越40年的感动 这件事都等了很多年 当然大家可能在任何的网上分享平台 影片分享平台都见过他的相片 今天很开心 我们可以率先拿D100回来 让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DA100是上半身 DA95是下半身 我记得好像十个月之前 我们就开了下半身 我记得当时你也说过 没见过过這半身 就买下半身 这就是一场豪赌 当时有这么说 你赌赢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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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看 开给大家看看 开来见我 DA100 立刻开 另外又要顺便介绍 应该是你介绍会好一点 两位介绍都好一点 一齐介绍 首先我们见什么名字 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Diacon比赛 亚军得者第一次比赛 第一次参与 有机会第二届 阿天在一起见证这件事 很开心 有德哥和梁明忠 我想跟大家见证这张DA-18 这个就是前面 这幅画大家都见过很多次 如果想看官方怎样玩 其实后面当然有不同的组合 给大家看到 这个下部设计很有趣 就是前面和后面是前面的 这个很少见的 有没有特别原因 很容易理解 因为你基本上不够力这样转 你一定要是这样 会不会 这样才能转到 哇 哇 哇 海绵 海绵 海绵加紫皮 有没有带下半身来合体 当然有 够姜不带下半身来带上半身 我们可能是下个星期才合体 今天要看多些 三卡 我们解讳外星人 博客帮忙拿到里面一个 德哥 谢谢 好 帮忙 好 三卡 还有这个 最重要的是 有两份 其实这份是比较轻巧 其实盒比较大 里面只有一个组件 这些就是感动 头是分件的 先拿主梯出来 一起来 不要客气 哇 不是摊痛了 大佬 画面像大家拿着长脚鞋出来 是的 先拿到头 头有个吸索 两支炮 好 好 这个 先放下这个 现在看到它的组件有这么多 如果看到它这个飞行形态 这个很容易 这两个液 但在见一个飞行形态的时候 大家都可能有些东西要装备一下 玩玩具有时候的乐趣就是在这里 我记得我们玩具TV开台的时候 很多人批评我们 一件玩具有这么多手遮住 怎么看 我不知怎么看 总之我们这么多年都还在 是的 先看一件暂时 我待会让大家看到整个飞行模式是如何 现在这里组合了这么多 为什么要停一停 因为要装这个头部需要有少少的技巧 现在先各自一旁 为什么 因为想让大家看清楚 究竟现在最多人去谈论 究竟控制室是如何 因为我记得 我记得旧版的Diacron 的Robert Bass 其实最多人看的是 它那个胸口的控制室 因为当年很多玩具 好像这些没有动画的原创玩具 或许可说 它都会copy一些动画的造型 是的 唯独Diacron 它是一个很自成一格的 很完整 尤其是这个胸口的 这个大基地胸口的控制台 控制室 是只只一家二 所以小时候 在那些大人百货 大人百货 大人百货 如果只是半身的话是不用的 就是3,000有爪的 2,700多 一半只 先给大家看一些部件 我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我应该先不要反开 暂时用这个收纳形态给大家看 这些先放在一边 这些是很有用的东西 这个应该是枪 这个 立即组合一下 这个就是放在这里 多一个辅助的控制台 当然喜欢电话就随便你 配件有这么多 人仔有六个 但是我计算过 如果真的要每一个座位都坐光 只是上半身 应该要有17个人才能坐光 正在上半身 出个暗示人 你会见到面相是 真是不差的 老实说 是漂亮的 这个 这个 打开一些纸给大家看一看 头盔是容易搞的 但是我真的想 拿着铝駕駛员 给大家看一看 今晚也是重铝的 我们这里 是 看到一些椅子 为什么会刺掉 因为由于时间关系 我装进去 现在就要开这个 控制室给大家看看 有个方法 前面开 左右开 左右开 但仍未看得清楚 不要紧 整个揭起 这些就是精髓了 因为今次的控制 今次的东西是有颜色的 还有 现在的螢光幕是连了贴纸 变成了有公仔 但它一开就已经在 已经有在 不用自己连 不用自己连 先介绍一下駕駛室 好 这个駕駛室 你不要看它好像 没什么玩意 其实它是一个 很巧妙的地方 如果大家镜头看看 第一个 就是这个椅子 椅子有左右控制板 齐齐 但是除此之外 这个连动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慢慢 这里有一个 的齿轮 前面 你慢慢看到它 椅子会升高 而前面的 盐光幕就会 会缩下来 我多手一下 我感觉像蓝掌 现在 往前面的盐光幕就会弹上来 登上去 重置上去 下来 这个也是向旧版前置 当年真是 看到这些技术,就完全把它搬回来 感觉一流 为了大家看得再清楚 其实如果要安装这个头部 这一块是整块可以拿起的 大家拿这个时候,如果刚刚回来的时候 可能要慢慢就一就力 它可以整块退起 方便也不是很复杂,拿上来也很顺畅 但怕如果那些师兄买回来的时候 未知怎样开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整块起床,大家要轻手一点 所以要看更新电视 再看一看 里面这个 我轻轻地,可能我现在手指会遮到 这个是星软机之类的 Escalator 先要,这里有道门 开了 关了 这个去了哪里 现在可能会无端端会见它 为什么会落下来 但是它落下来的意思,待会合了看就会知道 其实它就落了去 BK90 下半身 上回来 下半身 上回来 这个杂是做什么 就是让人仔不要跌出来 它是不需要 因为它刚刚 下半身 下半身 上回来 大家想安全一点 上回来 就可以用这些附属的磁石贴 大家都耳熟能长 自己刺下去 我想这一格未必需要 因为它有个杂口前面挡着 就未必需要磁石 它本身有钱 所以可以 其他人仔就会坐在这里 由于时间关系 现在到这个最重要的头部 因为要先将这个盖拿起来 你才可以上头 看到这里有个好像狮子位 对着这个位 进入 然后 将这个扣上去 SKY CAREAMO基本上就完成了 关上它 这个 还未完 不是完的 因为还要进入炮塔 这个是将去哪里的 两支炮向前 这个就是完整的 SKY CAREA的上半身 就是这个造型 但还未玩完 现在还有什么玩呢 这里有三架小飞机 它放在哪里 先将这个 推上来 其实推上来挺型 因为它这里 就是要让你玩 另一个格纳夫 你猜它不到在哪里 其实就在 肩膀这两个位 这里 升上来 德国那边一样 这里有个轨道 可以推上 刚刚推上这个 这个 这两架小飞机 其实你就可以放在这里 它的机套是有一个小小小的洞 就是用来插在刚刚的跑道上面 正说还未有 飞机现在就移进去 就可以关上它 完全收纳了 这两个就可以退前 完全收纳了 OK 当你玩的时候 我没见了两架飞机 其实是藏在这里的 出灯 这里 这里在那个 停机瓶 仍然有一个位 这个用来做什么 出来之后 关上 下去 这个就可以完全 好联 这个完全转回去前面 出击 出击模式 这架小飞机的变化就是 这边两架是不同的 在德国那边准备的时候 这边就变成了直升机 这边 都可以坐人 当然 当然是可以坐人 这架洗舱 这次也做得挺精美 是的 两架 噴射机 没错 也是有一个 架洗舱可以打开 这次这两架飞机 真是叫做 很低色 是 但是在这么多的设计来说 是我 Top3 最喜欢的 造型 很漂亮 这架不要记得这么小架 其实它是坐了六个 驾驶员进去 这个是逃生仓 可以说是逃生仓 前面开 但是坐不到的 怎样坐 其实可以打开整个天窗 就可以坐了这么多架 这个又放在哪里 先关上它 这个时候 将整个DA100 给后面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后面这里 又有个隐藏的驾驶仓 这个收纳了的位置 还在拔墙 下面九万多个洞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可以任何去组合 这个 可以放在这里 下面有理带 它是一个行理带的坦克车 关上 不是真的 不是 它平时也没有出过真的 没有 应该没有 关上 平时就放在这个位置 又搞定 但是这架 还有什么玩法 除了现在出来之外 我又给它前面 大家看看 前面这里 正正控制室前面 有两个门 可以打开 又可以看一看 弓拿盒 又有个筍位 真好 刚刚也关上 真是有点像天山河 越看越像 这个真的是Sky Carrier 另一个模式 是英俊 德国你拿着它 你可不可以玩到多个五分钟 你只是有点重 你只是斗也很爽 本身其实大家有说 他虽然不是那么多金属 但本身膠料的质量 是很重的 还有什么 当然就是 就是要合体 合体之前 做一些合体之前的准备 这架要退出来 这里整架 可以是DA100 就是有这个部件 我们要合体 现在麻烦 Loka 拿回DA 我的下半身 DA95 我想斗一斗 DA100 两架齐了 你觉得哪个重一点 好像差不多 我斗完 我斗完 合体准备也都在这里 开股 再说一说 多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在合体的时候 全香港 全世界 一起宽敷 没错 想起也很兴奋 第一次看到实物合体 所以其实我也是 超越了40年的感动 就是这样 不仅是40年 其实多一句 大家有玩 或者在文具谱 看到DA95 跟当年这件事的感觉已经很正 但是只有体质 现在心里面也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我戳戳 因为我到现在都是不够钱 所以我一玩了就算 都很安心 这次这个 现在很窩心 你会觉得下半身95 这个重量可不可以承受到加上那些100 上半身这么重 是问的 其实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 为了大家可以将整个 整个robot base 可以摆得公整 更安全 安全地把握 它有几件这样的parts 这几件 你不要见它好像几件膠 跌了一个 跌了一个 但是这几件 是非常之好用 而且是一个窩心的设计 好 转转它 它有几个位 其实很容易受力 所以这几件是 帮助强化了 关节的部分 这两件好似L自然 其实就放在 这里 我们可能要将这个 稍微揭高了 尾板 有没有特别说 会妨碍到它的可动 这个不会 这个不会 但当然 如果你说安安了之后 你想它可动 我就提议是拆 其实是不会妨碍到的 这个膝蓋的 就会妨碍到 所以如果你想移动膝蓋 就一定要拆 这个OK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移动 就是想摆爆地 它能摆到的 那就最好拆掉它 但现在你上了这个 令到它合体的时候 就更稳健 左右一样 你看到它这里 刚刚有一个损位 其实刚刚在这个洞 所以你退进去的时候 要由后拆 刚刚好就拆进去 另外这几个 就是膝蓋 长一点的上面 短一点的下面 可否手合体 看看你够多大力 还有两块仔 两块仔 先把跑道退下来 两块仔 真的膝蓋 是这么多吗 是否变得前后锁实身 脚跟他还没有 这样 是否需要咬后一点 对 OK 然后把跑道放上来 六件就搞定了 现在这里 就稳妥了很多 但就不能屈膝蓋 各位观众 重要时刻来 合体准备 来吧 是否会不会是公假的东西 有几个位置 你一定要做得好一点 你见到前面有四个起落架 其实起落架 你将这个起落架 退上去 左右一样 后面那两个起落架 扣上去 其实这四个这么简单的 起落架 这四个步骤 就已经是锁得好实 整个都可以斗起 历学设计真好 想不到这么简单 因为初头出了下半身的时候 我以为是要整个下半身的隔鞋 拿走 整个躺进去 现在 放进去 机械人的样子在哪 现在就开始 先动了一对手 通常机械人最后才是露头的 这是热血的规则 很多人玩玩过 怕关节会松 非常硬的激伦式关节 有节奏感 这里 又有 是当当声 不是扎扎声 这个又是 变成可以当健身 这个也是 你连横组也是 激伦式 是的 由于时间关系 这边很快 不重复一次 拳头在哪 打側一点点 让大家看看 拳头只要拉开 大家耳熟能长的变形方法 拉出来 可动手指 工具型不可动手指 拳头很漂亮 大家在欣赏那边的同时 我们将这边的拳头拉出来 有些透明件 我们的观众在赞叹丹亚同事 也有说梁先生保持得很好 多谢 我等待超越四十年的感动 不敢摸摸 大家都不敢摸摸 看到手已经出来了 很厉害 头又怎样 重点来了 先打側 大家会看清楚 后面这两个炮塔 然后是头部 头部有些巧妙 先要转到180度 看到这里有一个坑 其实这个载具的底部有个笋位 你将整个转移到后面 将这个飞机拉到前面 留在后面 留在后面 这个转移到前面 然后给大家看正面 ROBOT BASS GX 在后面慢慢移到前面 那个感觉是很棒的 等了这么多年 等了这么多年 就是等这一刻 等这个时刻 终于整个ROBOT BASS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演化之后 到现在就有这个效果 众哥再说一次 今次的主题名 超越四十年的感动 没完的 还没完的 其实我想拿来玩 还要玩 算了几天再来玩 才行 德哥说一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 这么有机缘 其实重点 我马上要开一开 电话 今次我们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之感谢TUD 无限可激地 让我们一个全球首播 DiaconROBOT BASS GX 感谢TUD 在有什么玩之前 清楚给大家看看 正面 側面 多了一个背包 第一个ROBOT BASS 还有一个背面 还是瞄着这个 哪个 这个 年轻时最想玩 这个 还有什么玩 有两个小机关 当它变成机械人的形态 可以玩 第一个就是留意它的眼 它是可以有眼罩的 当你这一个战斗的情况 放大绝的时候 它就会落眼罩 我记得你说 一千人 啊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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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 何时要戴这个眼罩 就是和后面这支炮有关系 超必 我们所说的超必 这支炮怎么可以上到手上 不需要拆出来 你是可以很完整地由这个手上到那支炮 说而已 我看那些妄想短片 其实已经说了是怎样上 但是当你玩一次的时候 好感动 是CG画面 CG画面 你真的玩的时候真的很开心 好感动 首先 把这支炮拉下来 说多一点拳头 拳头 应该有一个驾驶仓 不是驾驶仓 是飞弹库 哦 他也是用 飞弹库 好了 飞弹库 看到吗 可能低一点才看到 因为我们刚刚的位置 不在射灯下面 如果我们拖一下桌子 可能效果会震撼 好 接着继续变回手炮 手炮 好 弄完收据之后 如何上到炮那里 拍对的位置 垂直 90度 直角 好 同一时间 这个 拖下来 结合 整支吞上去 吞上去 刚好 然后有扣 很容易脱 已经可以脱出来了 不是 这支炮 好像有点怪 这个要关上 有点怪 一点也不怪 这里有两个左右 各有一个扣位 松了它 整支炮吞下来 下来 下来 搞定 那就是这支炮 炮已经上来 没有离开整个机身 炮有什么特别 特别在 当它发射的时候 第一 当然要戴上眼罩 还有 留意 枪头的部分 三分 三分 再来一次 这个就是发射模式 好帅 左右都可以 两边都可以这么慢 以前那支我不是太记得 好像只有一支 这支 第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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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都可以再给你 现在这个 有这个年度 对 segundo好帅 当然 如果我用完这支拍摄 变回它 在背部一样 可以再做一次 现在就放过一个 以前比较 耳熟能长 或者是有这么一年多 就会记得这个动作 只有一支 这就是整个DA100 这就是我们完整地介绍了整个DA100 现在终于在大家面前出现了整个帽子 还有什么可以玩 其实当你在家玩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可以自己自行变化 所有这些载具都可以不同的组合 另外我玩了自己的一种玩法 大家不妨可以一起参详一下 本来我都想再说一点 其实我打开望完之后 在这些位置其实可以闭光 因为上面有光光是以为炮口是亮灯 这是一贯Diacon的玩法 很棒 它又不需要你另外装电池入门装灯 但它就可以有一种闭光的模仿 这是reboot系列的signature 由第一次开始都有玩法 有很多人说它本身太大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刚好 为什么呢 我今天再试图去研究它的时候 我把它拆掉 其实大人 基本上是比大人玩的 大人的手指 其实现在这个比例是刚刚好 如果它缩小的话 其实未必会有一个好的动作 你刚才说的升降机有点玩的 是的 当然这个头应该是移出来的 但是如果让大家看过升降机 那我要先转到后面 看着录音 不要打电话 放下一些镜头 见到下半身的位置 我在上面 放下来 其实应该看到 下来了 看到吗 是的 再来一次 再上回去 不是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下来 上回去 就是可以玩这个 还有什么可以自己玩的 平时如果你放在家里 我又想看它的内扣 那可以怎样玩呢 这里看到 我比较喜欢 直接把这个拆掉出来 这架BK95的指挥艇 其实可以整架移出来 这个可以打开它 拿出来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整个机械人的内扣 可以这样展示 可以展示 给大家看到 究竟现在经过这40年之后 整个robot base有什么演变 你放在家里 其实可以令到你回家是一种感动 如果一个男士放在家 你会经常想回家 你不会想出街玩 这句话是告诉女士 如果你想你老公早点回家 放在家里 这个就是期待了很久 40年 40年 我都很大胆说 在今年 甚至乎明年 或者后年 都很难超越的一件玩具 因为它里面太多东西可以玩 现在我刚才说的那些只不过是基本 譬如它还有一个基地模式 要塞模式 要塞模式 它又可以上半身和下半身合体之后的合体模式 可以把你那件作品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Diacom的世界 当你不止一件 而是你又可以组织一个世界时的观感 是怎样 我们再说 其中一位我们公开赛的得掌者 你是再修改过的 我是再修改过的 由十件加到十几件 看看 我们看看比例 那时候玩 PowerGV觉得它很健碩 但现在拍完之后 现在这个就是你改良了版本 后面也有99元的四块 你放了两盒 这件衣服很棒 趁它现在便宜 如果大家有追开Diacom所有东西 其实它有一个招牌模式 就是拍着头 然后就放人在旁边 然后就可以拍张照 完全100% 这个画面你就可以重现了 拔多一个出来 蓝色 因为旧版本已经很震撼 但现在差不多是双倍的尺寸 会否有些东西是你本来以为有而无 本来有而无 你会否期待它有些功能 你会期待更多的东西 而它未做到 反过来我没有期望它的东西 它竟然有 很多 譬如 刚才说了这个可以向上向下升的 升降机 那个commander 那个指挥官 刚才开了你未必会看到 其实现在关闭了 大家会看到它有一个前面那块 影像板 那块 其实当它升到上顶的时候 关闭了之后 你看到上面其实有一个三个形光幕的显示板 在上面 其实当它升上去的升到顶 其实它刚刚在望上面那三块 是呀 下回去的时候 因为那个连动的关系 它又可以看下面那一块 是呀 是不是都会看着 是呀 就是司令人光幕 这个我觉得是一些 很小的设计 但是非常窩心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令到你玩的时候 会感乐趣的一个 连动 我相信很快就会见到很多师兄 去买一些小灯 装进去的格式 因为下半身已经很多了 下半身已经有很多 下半身已经装了灯 我也弄了 多谢各位 最后 通常在 Takara那些官方宣传片的时候 到最后必定都是听到这几句 所以我们今天都秉承着这个传统 就是 Direct Clone 感谢TUD 可以说说很多次 怎样